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栏目中看到很多推敲关于小弟的东西 有位姓何童中质疑小弟的纽西兰护照 看完就算了 可以一笑置之 有些假设的东西有时会变成真的 每个人都信当是真的 所以需要澄清一下 有书商想我和他写一本自转 因为我在世界市场做过 有很多趣闻和中央银行交手 和外汇交易员在外面的态度 他们觉得非常有趣 我怀疑迟早都会出来 我在这里做过会市主持 我亦不想你们对我有些不良印象 不良印象我没问题 因为我都不是好人 根据那些讨论者所说 分分钟我还是千王之王 1984年是纽西兰的金融市场才开放 1984年之前他们什么都不懂 所有金融的东西 是稍为懂得银行存款、债券 股市都非常少 到现在的股市都非常小 1986年那时 纽西兰银行就发费了 全世界找些猎头出去找金融人才 不知幸运还是不幸运 找到我 终于求了我半年有多 这是真的 我又来试一下 在外面一两个市场也试过 看一看新环境 而且新市场有很多机会 我们这些人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多试汇的 在那里会有些意上不到的借数 尤其当时他们给了非常好的条件 没有人肯去 我给了50万元年薪 还包含所有女费、click card 甚至乎当时子女的教育 全部都给了 所以我认识过了 所以走了过来 当时的房子对港元大约5元左右 还没计算年终花红 当时的年终花红 当然我和他赚钱就有花红 我记得第一年差不多有年薪的一倍 也不错 当年的纽西兰总理年薪 只有我一半 但没法指 因为他没有这种人才 没有人肯去 当时我和他们开过交易室有75个位 全部都是纽西兰的年轻人 但我知道我一个人是不能够的 我在香港拘捕了三个兄弟 一个是在香港英国银行Netwist的外汇主管 一个是姓金的 在香港那间叫Searson 是美资的 又是做外汇的 另一个我未问过他 我不想说他的名字 他现时仍在汇丰交易室香港正在做 这三个人我全部包了他们移民 包了他们装商 包了他们全家 兼及给高薪他们 他们可以作证 这三个人还在香港 姓梁那个退休 姓金那个好像在永亨 最后我听到 刚才我所说的汇丰仍在做 柳西兰现时所有的金融财进 我可以告诉你 做外汇也好 做债券也好 做股市也好 当时都是我们四个大帝 靠他们出来的 至于柳西兰这个护照 是当时的移民局长 拿上来公司给我 连国歌都不用唱 因为当时我去了一年之后 他们怕我离开 因为合同两年 所以就找一条这样的方法 送给我 这位移民局长的名称 Ossi Malcolm 到现在 他都在西亚 退休之后 开了一间移民公司 都是他的本项 叫做Malcolm Immigration Consultant 可以查得到 所以所有完全是有人证 物证在内 没错 真是连个个都不用唱 小弟三个帮手 现在仍然在香港 亦可以证明 后来 为何我会离开呢 因为新加坡升展银行 有份更高薪给我 你知道我们这些人 哪里多钱便去哪里 所以我去了新加坡 然后被新加坡花旗拉了 我全部都是跟他们做外汇主管 大家可能不明白外汇主管的人工有多少 你们自己去查一下 我不想再说了 今天回到市场 我看今个星期市场大部分时间 都会集中在特朗普的麻烦事上 这些事仍然会搞到美金软脚蟹 通常我经常说美金跌 就是其他货币涨 非美货币涨 不用说了 这是相对论 黄金也会涨 所以今周我仍然看黄金涨 和其他货币涨 但我今天非常出奇不易 和石破天惊 我介绍你们买一只货币 你们想都想不到是哪一只 欧罗 我竟然很久未叫人买过欧罗 常叫人沽的就位口 但现在我突然觉得欧罗会上 很多时很有趣 例如大陆这样也行 所有消息走到我父亲自动发酵 突然走出来就是欧罗 我经常在我的讲座上说 其实汇市很多时是 好像一个选丑的比赛 选尾你们就知道 选丑 通常美金一有三衰六黄 就会变成选丑 现在货币也是一样 通常美金一有三衰六黄 因为特朗普的美金很严重 而其他所有货币也有缺点 看看哪一只可以选上手 原来是欧罗 欧罗自从法国大选Macron选出来之后 两个星期是否给你们看 就是指加哥期货市场 那些炒家市场竟然是长仓欧罗 有时真金白银摆进去 当然不会乱来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 总结出来是长仓两万多张 这些是我们不可调以轻心 我亦都看看 好似这么多货币以来 似乎欧罗的缺点非常之多 但是最少 暂时来说 那些人去买日元 我始终都不太喜欢长仓日元 不知为什么 可能是过去十多二十年 只有沽日元 我就赚钱 搞到想长仓日元的时候 总是出不了手 如果日元强 很多时跌黄金也强 我宁愿长金 但欧元突然上1.1至上 我再看很多因素 我今天说不及了 如果星期二那一期 我会给你们所有图表 结论是 暂时来说 在特朗普仍然有事 除非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三 突然间 没有事 搞定了 这个没得好说 否则这星期我介绍 买欧罗 这个欧罗 我看今周有机会升 如果看到价位 大概是如果有机会跌破1.11 因为我说时还是1.11 三十多 如果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跌破1.11 在1.1080左右可以长仓欧罗 第一个目标是1.1250 1.1080左右长仓 1.1250是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是1.1315 这些是根图表告诉你们 但价格是1.1090 如果跌破1.1000 我们10点之下便会止损 所以这是我认为今周 是可以赚钱的一样东西 但价格是会到的位置才能开盘 今周一开始先给你们 明天再给予其他消息 明天再给予其他消息